大家好,我是游钓型 野钓不比黑坑和静寂钓 野钓的水晴和渔情比黑坑和静寂钓复杂多了 特别是需要在不同的野钓环境中做钓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水晴渔情 那么我们就需要经常变幻子线的长短 粗细和鱼钩的大小型号 如果我们用传统的八子环拴子线 那么需要频繁换子线的时候 就需要剪断子线再重新换一副新子线 这样做就自然会造成浪费 幸好这些年出现了快速子线夹 在换子线的时候不用把子线剪断了 只需要子线完毫无损 很轻松的从快速子线夹上取下来 再换上需要的子线就可以了 取下来的子线可以放回子线盒里 下一次需要的时候还可以使用 许多钓友用橡胶套那种快速子线夹时 发现一个常见的问题 就是上子线时 橡胶套套在钩上的时候比较费劲 于是又发明出了硅胶套的快速子线夹 这种子线夹解决了往钩上套的难度 更容易套上去了 但由于硅胶套更柔软 相应呢就更容易松动移位 导致更容易丢失子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又有人发明了金属环快速子线夹 这种子线夹彻底解决了丢失子线的弊端 然而这种子线夹也不是完美的 由于这种子线夹的挂钩末端 没有被覆盖而外露 在抛杆的时候 偶尔会出现子线挂在挂钩上 虽然这种现象出现的并不是很多 但石油出现也会给一些钓油带来不好的体验 实际上通过这三种快速子线夹的使用 我还是感觉到橡胶套的快速子线夹 要优于其他两种快速子线夹 只是在使用的时候 需要掌握一点小技巧 掌握了以下的小技巧 橡胶套子线夹就不会出现难套的现象 也不会出现丢失子线的现象 方法是要把橡胶套套在挂钩上的时候 一边转动一边往上撸着套 就比较容易套上去 另外我们在抛杆和抬杆的时候 手拿子线的时候 注意不要拿在快速子线夹的橡胶套上 就不会出现橡胶套一味而出现丢紫线的现象 当然我上面是对三种紫线夹分享了我个人的经验 至于钓友们怎样选择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验做出选择 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好了喜欢视频请关注点赞转发 谢谢了